是否對於外國人在台灣的生活感到好奇呢? 又是否也想知道他們對台灣的感受是如何呢? 這次我們邀請到了Funday線上的外籍Tutors Jasper和Emily老師 一同分享在台灣的生活經驗與想法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他們怎麼說吧! 嗨 大家好 我叫Jasper 我是現在Funday的Tutor 在這邊已經教了大概快要兩年的時間了 可能你們還不認識我 那我們現在透過回答一些問題 希望可以幫助各位會員們 各位使用者們可以進一步的了解我 我小時候剛回台灣的時候有看到台灣人好愛拜拜 台灣人真的好愛拜拜 對於寺廟的一些慶典 台灣人都很熱心的參與 那對我的衝擊就是 台灣人在很多的方面就是 是好的衝擊 就是台灣人真的給人很溫暖的感覺 然後很容易就是把外人當作自己家的人 所以我在台灣現在一待就是十二年 那還是很喜歡這塊土地 因為我常常會有朋友從我的家鄉 就是那個澳洲來台灣來找我 那因為我們有些朋友是外國就是白人 有些朋友跟我一樣是第二代英明 所以我們會用英文交談 有一次在捷運上面有那個媽媽帶著小朋友 可能是想要讓小朋友把握講英文的機會 就叫他說去去趕快過去跟他們講英文 小朋友就過來 就過來跟我說 Hello my name is Bill How are you today 然後我只能回到說 Hi my name is Jasper How are you It's weird But it's good It's good 這很好 OK 我一定會說台灣有很多的美食 而且我真的覺得台灣的女生比澳洲的女生漂亮 然後還有台灣人非常的熱情 那以及台灣它是一個很多元語言文化的地方 還有其實英文在台灣是可以通的 台灣人不是都不講英文 台灣其實也是目前也是一直在國際化 所以英文其實也是非常普遍了 Hello my name is Emily 我就是Funday裡面的老師 今天我們要講一些問題 到現在為止 我的中文算是有進步 但是還是常常會出錯 用詞錯誤 好像我就是不太想吃東西 我就會說我沒有口味 但是別人就告訴我應該是我沒有胃口 就是常常會出錯 I think that Taiwan has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但是我覺得台灣最美的景點就是南投 那邊真的是好山好水 喔 那個它的Forest 那個森林很漂亮安靜 然後空氣又好 所以我覺得那邊真的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 我最喜歡的台灣美食是stinky tofu 就是炸臭豆腐 我就每次去夜市的時候 就會找到那家味道比較重的 我才肯買 接下來我們請兩人 談談有關線上Tutors的教學話題吧 因為我是來自於南半球英語系的國家 所以我的英文是比較是偏向英式的英語 然後是有點hybrid 就是有點混著澳洲跟英式的英文 可是我發現台灣人很習慣的就是美式的英文 所以來上我的課 第一你會聽到是比較不一樣的口音 那是比較不一樣一個style的英文 然後再來我會盡量用一些比較生活化的主題 一些比較有趣的主題 來領導同學有關於表達文法 還有這個發音的訓練 你會不知不覺的學到很多英文 所以歡迎來參加我的課程 我們是沒有特定喜歡哪些主題 差不多每一堂課同學們都肯開放 講出他們生活中有關的事情 然後他們也會講到他們的ideas and opinions 他們的想法看法 所以我們每一堂課都是蠻愉快的 我在來Funday教書之前 我都是在大學教書比較多 所以的確是有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像是你要習慣對鏡頭講話 然後呢 可是我覺得Funday的學生的motivation 那個學習的動機非常的強 學生們都很nice 我就是會蠻感動的 然後這也是我教書的力量 如果你現在已經是我們這邊的學生 你是不同的level A B C 好的學生們一點意見 給A級學生的意見是 Be patient 要有耐心 因為你才一開始 OK 所以在很多地方都要學 你會覺得學的東西好多 進步的很慢 但是 There is no shortcut 我們沒有所謂的捷徑 一定要有耐心 給B Level的學生呢 我們希望你能夠find your passion 因為B Level的學生 你已經有基礎了 你好像感覺你要高不高 要低不低 在工作上不夠用 可是又比一般不會英文的人 又會一點英文 那你要加強的地方就是文法 所以你真的要有那個熱情 然後要做得住 我知道文法很討厭 但是B Level的學生 文法真的很重要了 那當然如果你是C Level 那恭喜你的英文 已經是在 Higher Intermediate 然後已經在中高的地方了 你的基礎的文法都沒有問題了 那你要練習的是一些 很像是商業的英文 可以搭配你的工作 或者是去學一些學術的英文 可以用在你的課業上面 那這是給C Level學生的一點意見 學習新的語言 剛開始真的是 會覺得很困難 但是不要不好意思 不敢開口說 你如果肯講出來 你就能突破 我們這邊Funday的老師 都是很希望幫助你們 往前進步 我也是在努力學習中文 所以我們就一起加油吧 哇 透過這次的訪談 是否對Jasper與Emily兩位老師 有更加貼近的了解呢 只要持續加入我們Funday Tutors的課程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 祭快樂又有效率的學習英文喔